大家好 EzuI视频教程 第16课 我们上节课讲到了 Tray的使用 并且做了一些示例 这节课呢 我们打算讲combo combo box等空间 然后 我看一下上节课还有一些没有说完 继续将这个Tray说完 首先呢 我们上节课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是在哪个里面 在这个 在第六个示例里面 第六 6.GST 第六个示例里面 我这个里面已经给了这个ICON CLS 那就是说明这个Tray怎么样 这个Tray要给我变成这个 一个像保存的一个小图标 是吧 它肯定要有一个小图标 它并不是一个文件夹的形式 并不是一个文件夹的形式 然后上节课呢 我们遇到了 他们并没有把这个变成 保存形式的那个磁盘形式 那个小图标 然后我说过一会儿解决 结果我讲着讲着就忘了 忘记这个了 这节课我再来说一下 咱们再先来看一下 这个第六个示例 好 咱们看到啊 这回这个小图标啊变过来了 上节课我们呃有同学你可以回顾一下上节课 上节课这个虽然说这个保存磁盘的小图标 我在这个 Json里边啊 这Data里边写上了 但是没有没有变啊 为什么 为什么会会这样 我我再还原一下 呃 我以前的这个错误啊 我们找到这个inc.jsp 我是怎么样 将这个JQuery一些公共的东西啊 都放到这个inc里边了 然后由其他页面去载入调用 是吧 但是我上节课有个错误的地方 就是将这个icon.css 这个文件呢 我写错位置了啊 我写错位置写到哪了 我写到这了 啊 写到这了 写到这个 主题的上面了啊 写到这个EZY主题的上面了啊 因为我 我在这个编写更改主题的时候 我可能把它两个顺序给弄到了啊 弄到了 你这回再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icon.css 这个文件 放到EZY主题的 这个link引入的上面 它会发生什么情况 啊 看啊 这边我是什么都没改啊 我只改了这个 这个顺序啊 咱们再来刷新 再看一下 看变成什么情况了啊 一眼就能看得到 哦 有同学就说了 说这个 我以前呢 遇到的一个问题 我 我写上了这个icon.css 这个这个属性啊 并且给了这个样式 这个样式呢 也能在我的项目当中啊 在工程当中 也能找得到啊 找得到怎么看 在这边 网络这边啊 可以看到 这了 对吧 这了 可以找得到 那为什么 为什么在前台显示的时候 还是这个文件夹的图标呢 而不是这个图标呢 啊 问题就在这里 啊 问题就在这里 这个问题 我也是找了好久 哎 我就奇怪 我说我以前在写的时候 并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怎么呃 这个在做视频演示的时候 就遇到了 然后然后讲课 讲完课 我又忘忘记说这个事了啊 这节课我补上啊 把这个补上 大家以后再遇到这种问题啊 文件夹图标不改变啊 你设置了这个样式 他他这个图标也没改变 那怎么回事啊 有可能啊 90% 有有可能就是你这个顺序写错了啊 顺序写错了 Ezii这个顺序要求的很就是很严谨 所以说尽量不要去写错啊 我恢复回来 恢复回来 然后再刷一下 看这啊 我那个页面上的那个Json可没有没有改变 再刷 哎 看 这回样式就回来了 啊 是这样 所以说以后啊 各位同学有遇到这种情况 你就过来看一下 看看你这个Izii引入的这个顺序 是不是在这个Ezii主题的下面啊 如果不是在他的下面啊 你就将这个放到放到这个主题的引入的这个下面 避免是吗 避免他这有一些小图标找不到啊 是这个 这回事 上节课这个出现了这个错误啊 我就一带而过 我我我我先是这个讲完课之后 再再再回过头来再来找这个错误啊 后来就忘了啊 这几个补上 我再来再看一下啊 Ezii Ezii都需要些什么 啊 首先是JQuery 因为它依赖于JQuery嘛 首先你要引入JQuery 这Cookie你有没有 如果你不改变主题的话 你这Cookie也可以不要 然后就是什么 Ezii的主题 然后是ICON的样式 然后是Ezii的这个MIN啊 最小化的这个GIS 啊 引入这个 最后才是引入什么 引入这个国际化文件啊 国际化文件 如果你用了这个门户的CSS和样式 那你也要给它进 引进来 然后才是其他你自己的一些CSS 或者是JS JS的定义啊 是这样 这个就是上节课出现错误的地方啊 这节课我又 呃 给大家又描述了一下啊 怎么出现的错误 是这样 大家以后记住就可以了 然后上节课还有一个地方没有讲到啊 就是说 拿这个 7 拿这个7.GSP说 就是有的需求啊 有的同学说 我有我有这么一个需求 我这个tree啊 是一个combo box 是一个 不是combo box 是一个check box tree啊 就是说可以可以选的这种tree 但是我要上来的时候 我这个tree还是一步的 我要上来的时候 我还要将这个怎么样 将这个圈 我以前选中的 上来的时候还让它选中 我以前没选中 上来的时候就不让它选中 那这个怎么去做 怎么做到啊 可以做到 这样做 我再来建议建立一个页面 稍微的 这些没用了 先删掉啊 好 这样 先来看一下 这个tree啊 目前是一步的tree 一步的tree 我在后台获取到数据之后 前台我以前选中的这个勾 你还要给我挑上 这个怎么去做 怎么做啊 咱们找一下api 看有没有相关的东西 整站文件 好 咱们找check 咱们找一下啊 首先 我想要将它选中 想要将它选中 那我肯定有两个先决条件 有个先决条件 什么 肯定是你要将它选中 我肯定要知道它的id 对吧 就是说无论你 你这个后台怎么样给我返回 我要想让它将它选中 肯定要有一个id 要不然我怎么去选它呀 标识是什么呀 是吧 所以说这个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有个find的这个方法啊 find的方法 你看api后边 其实它已经给你了 这个已经很 已经写得很明了了啊 通过这个find的方法 然后给一个id啊 id第二次数是id 然后它给你返回了一个什么 返回了你这个id啊 的node node的节点 然后掉用slag它啊 然后node点target啊 上去课我已经说过了 这个地方如果是target的话 这个里边啊 需要怎么存餐啊 这个node的target啊 是这样 那但是我我我这个是什么 是一个checkbox的tree啊 我要选中 不是让它将它变黄 而是让它将那个勾选上 那这个需要改到哪个地方 只需要改这个select啊 变成什么 变成check啊 这就行了 那那试一下 那我这个这两句话 我应该写到哪 应该写到哪啊 其实这个ezuin用熟了的话 呃很方便 再写到哪 你无论是什么组件 你在后台获取完数据回来 回来之后 它都会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什么事件 unloadsuccess这个事件 对吧 在这个事件当中 就是说你后台回来数据了啊 回来数据我获取到了 并且是正确 它会调用这个事件啊 调用这个事件 我写一下 这边两个参数啊 其实我现在并没有用到这两个参数啊 并没有用到这两个参数 但是呃 由于习惯性问题还是把它写上 万一以后你要改这个方法呢 你要用到呢 是吧 好 咱们再来找到这个 上面的两句话 我复制啊 这也不用写了 复制就行了 这个select要变成什么了 这个 好 这样就成功了一半了 啊 这个node跟这个node出名啊 肯定不行 n n 好 javascript当中啊 虽然它是不提示啊 啊因为它是弱类型它不提示你这个地方写node这个地方还写node这个地方还是node我估计啊他会冲突啊 估计他会冲突啊具体呃我看一下啊啊这个地方可能是没什么问题因为我如果这个node要写了这了可能又给他复值了啊应该不会出错啊 但是最好不要这么写 还有有有的人说说我写方法的时候啊有时候写function写function他写成什么了 他写成这个了啊他写成这个名了他然后他就去调用查询啊他说这个我search啊正好是英文单词那说我我我在这里边写了个方法 然后调用查询他无论怎么调用啊他都调用不到这个方法怎么回事啊 这个东西我在我告诉你啊在java宣布当中你不可以写方法名为这个的啊不可以写千万不可以写你写了他也调用不了啊 这个怎么说呢有点类似于像呃 java当中的这个构图啊或者是怎么说就是保留的一种关键字啊这东西不能不能去写啊这个你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如果你写成这样啊那我估计可能你还是对这个java spirit不是很熟啊不是很熟所以说尽量去避免这个如果你实在是想用英文单词啊实在是想用英文单词啊 那你你在前面加下话线啊在前面加下话线这回你再调用方法的时候啊他就不会报错或者是不会说找不到方法啊这样啊以后大家写的时候注意一下啊方法的名称千万不要有关键字啊不要有关键字啊也多说你一点题外话好呃首先我要从后台返回来的这个东西我要把首页选中啊怎么选中那我肯定要知道首页的id啊对吧 手页的id我看一下 手页的id是0对吧 手页的id是0那我这个地方怎么办 0吧好我们来试一 刷新 看怎么样他选中了吧他里边都也选中了吧 为什么是里边也选中了因为你选的是这个根啊选的是这个rootroot节点啊那我我先不选首页我选这个sirco监控啊看一下sirco监控 sirco监控啊这个 好 哎呃哎呃他怎么有个有个线啊没反应过来好刷新哎我这我这现在是e步啊他为什么出错了因为我是e步节点我这个n怎么样n呢还没有找到呢然后你就去给我check啊这个肯定是会出错的因为我这个底下的这个sirco监控那那一部分他还没有出了呢啊 e步加载吗他还没有出来了你一上来只给我加载什么只给我加载了这个首页啊只给我加载首页那这个地方要要怎么改一下是不是要判断一下对吧 这个东西怎么办啊可以可以改成this啊这样的话能怎么样能这个呃不需要这个id了啊啊因为你这个unlock success你这个this代表谁了 本身就代表他的这个chill啊啊这样这样能更灵活一些好再说这个n如果n啊这样写行不行呢我们试一下啊我也呃不太清楚啊可以怎么样可以的啊加载首页这种判断很呃很好玩啊如果这个n是antifan的啊或者是这个n是呃true啊或者是1啊那那我估计他就会走走下边啊写全了可能就是这样 一般有一个良好的这个变成习惯啊无论是一句话还是几句话都这样写啊都这样写 这样的话呢我这个我我是什么呀我要选的是谁色扣监控对吧那我展开啊没有 这人看看色扣监控选中了对吧这个就是什么从后台查询回来数据然后并且怎么样选中他啊这是一种方法这是第一种方法这是从什么前台选中就是说我前台需要怎么样 先知道他的id然后怎么办判断一下着我再给他选中啊check的啊check的那如果有的人说我我这个不是checkbox类型那饮料啊饮料那这个变成什么了 变成slack的选中吧这样可不可以呢呃我也不太清楚啊试一下我也没试过这样我很少这么做看啊现在是没有这黄条的选中是什么呀选中应该是这个黄条 的样子吧啊现在是没有黄条的展开 再展开看这黄条在哪了在circle监控这个地方了啊这可不是我点的呀啊这可不是我点的这个可是他 这句话给我实现的也就是能能看出什么 check的两个方法一个是slack的方法还有一个是 check方法啊分别对应的是什么slack的对应的就是说 我只我只将这个节点选中了选中了最明显的就是说他有个黄色的这个条啊选中这就是选中还有这个这个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应用在什么上啊应用在什么上一般呢我们是有这个checkbox的时候我们才用这个方法要不然的话用这个方法也没有用啊 用了他好像也不管用我试一下啊这个如果他是编写的 要是再好一点的话如果这个check把这个选中那他也应该有这黄条啊 但我试一下我估计可能是不会这样试一下 展开展开哎你看他没有那黄条对吧也就是说这个check和slack啊 他分别运用了两两种不同的模式啊你要用这个方法那你肯定是checkbox等于true的啊checkbox等于true你要用slack的方法那他就帮你选中了啊帮你选中那我记checkbox等于true然后我又用的slack的方法呢 咱们看一下这回的效果刷新展开展开看他没有勾选但是我这一行是选中的啊他就是这种这种体现的方式啊具体你需要哪种方式你根据你的需求啊根据你的需求自己去改变一下啊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什么 在前台将它选中啊在前台将它选中构选那第二种方式呢啊肯定就是在后台了对吧你前台都能选中呢我后台是不是也能选中啊那后台怎么去选中后台怎么去选中咱们看一下这个啊看一下第六个第六个说了我这个返回的 我返回的这个阶层啊虽然说我这个data是先定义好的那你可不可以返回给我返回阶层也能啊也能然后check 冒号去啊这个冒号处这个东西我可不可以返回的这样我就我就能给他选中呢也可以啊我在这个地方 什么属性来着 记下 check boss 啊咱们再来看一下第六个演示 看 他也有选中了吧 也有选中了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返回的语句啊或者是我定义好的语句 就有这个属性 啊就有这个属性 只要我有这个属性并且是true的啊你返回了前台他就默认就给你选中了 哎这不就是相当于这个后台后台呃直接拿回来就是选中的吗你有什么通过什么手段你后台 返回来返回来的这个接下来就带选中的这种状态啊这样的话你看我前台没写没写什么没写类似于这种话了对吧没写类似于这种话那我这个怎么选中呢 啊就是这么选中 这个这个啊是这样 呃这就是两种方式 然后这两种方式哪一种好呢或者是呃有什么区别呢啊呃我的建议是后台选中比较好 一种是后台处理啊处理这个数据的能力比较强速度比较快比这个IE浏览器啊啊比比其他这个浏览器处理速度快还有一种就是说他体现的方式啊比这个前台选中的更好一些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再回头回过头来看这个 第八个 回过头来看第八个我这个第八个呀是这个一步一步选中的啊一步数你看这个勾啊现在是没有的但是我展开展开到里头哎这回他再出出现这个点啊这回是他再出现这个点 呃后台选中 啊那我估计我我估计要是一步的话你即使写上了这个如果如果你是一步数那他默认上来他肯定还是选不中啊那他那他俩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说一个是前台 我需要调用unlock success啊然后我自己再去选中做一个选中啊还有一个就是后台我返回来返回的时候就带这个属性了啊是这样就带这个属性了 这样的话前台就能给你选中啊他的区别就只在这啊我以为我原先想的时候 还以为这个这个勾在这然后他默认上来就是这样的啊不是啊肯定不是因为他那个里头的数据还没有出来啊只要是一步数他里边的数据没有出来上来不会是不会是这个实行远点肯定是空的啊肯定是空的啊是这样 这个就是呃吹的这个基本应用啊吹的基本应用啊呃讲到这呢来说这个吹啊基本上是就讲完了啊基本上就讲完了啊还有这个吹的可编辑模式啊这个我没讲呃这个大家自己去试一下吧 因为我很少使用吹的可编辑我即使是说我想要编辑这个吹啊咱们看这个实例我想要编辑这个吹想要编辑这个吹那我一般也也会将它变成什么 我一般也会将它变成tree grade啊tree grade我在这去编辑 这样的编辑呢双击你看这样的编辑呢就是比较好做了好操作啊好操作 看这样让我再刷啊是这样这样的编辑就比较好操作你如果直接在这个上编辑呃麻烦一点啊麻烦一点不是做不到啊这个东西我不去讲了你自己去呃 试一试吧应该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毕竟他给你提供这些东西跟这个tree grade提供这些东西是差不多的啊这个是tree grade的应用而呃他也有上级上级是什么啊 tree grade的应用这个我也会在以后的课程当中讲讲到啊也会有也也会讲到这个请大家耐心冷耐啊肯定得呃一个一个去讲啊不能说是几天就讲完的这个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啊好 好这以后呢我们来讲解康宝啊康宝box啊呃讲解这两个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康宝我们看到这儿 他依赖于谁啊康宝依赖于panel和这个valid box也就是说康宝本身就带了什么功能 验证功能对吧验证功能然后他底下弹出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他底下弹出这个东西是panel啊他是个panel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康宝的实力 我们就看一下官方的就得了这个就是官方康宝实力啊他能做成什么啊他就能做成这样 然后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就是这个valid box的功能啊康宝也有啊因为康宝是依赖于或者是换句话说是继承于这个panel和 valid box啊所以说他就带这个功能的啊带这个功能啊你看选也可以啊这就是康宝这怎么写的呢看一下原代码很简单 他将底下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你弹出来的弹出来的这个框底下的这个框他写在哪了写在一个div里边了啊写在一个div里边了然后给了个什么给了个id然后这个slack的是什么东西 这个slack的就是你上边的这一块啊加把上边这一块就是这一块弹出来的这一块是底下的啊是sp上边这一块是什么cc啊 id是cc啊是这个东西 然后他处始化将这个cc处始化处始化怎么处始化咱们ezui啊处始化全都有两种方式啊我这里就不再雷睡了啊就不再去说了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加script处始化还有一种是直接在这个上面写class啊写class啊 然后ezui减号什么什么什么开头啊ezui减号combo啊这样ezui都有这种初始化方式的啊这个呃 忘记了的同学看以前的以前的课程啊几乎我每集啊都会去讲这个怎么初始化啊这里就不再讲了以后这个讲课过程中进度我可能就要加快一点了啊 因为毕竟都学了十几课了啊学了这么多课了如果再这么一点一点的再讲下去啊呃你们也会感觉到烦啊我也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啊是这样 初始化required的冒号处这required是什么属性啊required的这个属性可是valid box的属性啊这么看一下 啊先看combo你看combo有required的吗property啊property有required吗没有对吧那他这个属性跟哪来的啊 valid box哪去了 这儿这个属性跟哪来的啊 个这儿来的啊个这儿来的combo依赖于villied box所以说我想让这个combo默认上来给我逼添如果你不添怎么样如果你不添怎么样刷信不要 如果不添怎么样你要给我提示是吧你要给我提示那怎么办啊required的毛号处就这样然后这个是什么属性 edit able false那就是说什么说我这个用户啊鼠标移到这儿的时候我不能去输入啊这个属性以前我也讲我在讲combo box还是讲什么来着啊我忘记了呃这个东西就是说用户不能在这里面输入你只能怎么样只能通过下边去选啊你不能输入啊就是这样你设置成这个属性这个属性哪来的这个属性就是combo的属性看一下 这儿了对吧这儿了这个属性默认是处啊默认是处就是说你这个用户啊默认你是可以输入的啊默认是可以输入的但是一般的情况下combo相当于我们的什么相当于我们那个道母标记的那个select标记啊select标记一般让你输入吗不会让你输入select过名思义 就是让你选择啊就是让你选择一个东西啊他不会让你用户去输入一个东西除非你有这种需求啊他默认是出默认是可以输入的啊你给false他就不输入不让你输入啊就这么回事 然后他是怎么将底下这个怎么将底下这个panel显示出来的呢咱们接着往下看spsp是谁就是底下这个panel吧对吧 我首先将sp这个divappend to哪了to combo的panel里边了啊to combo的panel里边combo的panel这是一个方法呀这个方法返回了什么看一下panel返回了什么retend什么retendjobdownpanelobject啊 啊他返回了一个什么下拉panel啊下拉下拉panel怎么解释的面板返回了一个下拉面板对象啊这个东西本身这个combo我在初始化的时候是没有下拉面板的啊没有下拉面板的啊那我怎么样下拉面板显示出来呢显示之前首先我要将 你下拉的什么东西啊你下拉的什么东西啊append to哪儿to这个panel里边然后怎么办然后你在这个sp是谁就你下拉这个面板了吧你你你你这个东西啊append进去的时候他就会显示了就会显示了他已经将这个下拉下拉的这个东西显示出来了 然后我再点击点击点击比如说点击c sub啊点击下拉点的时候我要把这个值附到这个里边附到这个里边附到这个框里面怎么附sp是谁sp就是这个东西div然后他找到里边的什么找到里边的input啊找到里边的input然后在input这个click onclick时间啊click时间上然后我取得了值和这个显示的东西然后怎么办他做了setvalue和settext啊 做了setvalue和settext然后我这个选中的时候选中的时候他做了setvalue和settext并且底下底下怎么了这个面板没有了没有了怎么办啊headpanel啊他就是做了这么个事做了这么个事写了这么多东西做了什么事做了一个初始化一个combo然后显示出面板我选择选择什么意思选择就是点击呗click的时候把面板隐藏并且把值和text 附给谁附给这个slack或者说这个input这个东西应该是个input咱看一下啊input对吧好那有的人说了那我里边不是这个checkbox我里边可能是别的东西比如可能是图片啊可能是图片能不能能不能做比如说我一点这个basic这个图片啊你就给我变成什么一点这个c top图片你给我变成什么一点是ruby啊你给我变成什么啊可不可以做可以做到这满发挥你的想象力呗咱们来 来试一个大概是一个啊因为我从来没用过combo我也是在这个刚才讲课的时候啊头一会儿使用我试一下啊combo复制一个出来 首先写一个什么script 然后写query的什么ready时间啊一般都要在这个里边写省得出错 避免他出错 好我们来仿照这个事例做一个什么底下不是这个readread这个这个框的啊做一个比如说做一个我不做图片了图片可能我这也没有多少麻烦我做一个这个input吧一会找一下看有没有图片有图片咱们就做一下我将他这个东西复制过来 往这儿行吧 然后 这个里边复制过来 少写了不少东西啊 讲实例就是这样 咱首先来看一下我复制过来这个东西好不好用然后在这个这个基础上再去改啊 一 combo啊 好 哎好用对吧好用那现在我我有的是有客户说了我不要这种点 我不要这种点 呃 我要图片啊我我去找找看有没有图片啊 哎我这有倒是有但是太大了这这种图片 这图片好大呀我试一下啊我试一下看行不行如果行的话当然好不行的话咱们就换一种模式啊换一种模式 呃我看一下吧这图片大这个行不行 再说咱们再来写一下啊首先这个东西 select the language 呃 改了吧 我说咱们再用一种模式啊 啊 这样啊 刚才我也测一下 也好使 select language 改成什么 选择一个图片 然后呢 图片一个是吧 多写几个 02 03 04 总共有十个那么多的啊 这个反正你 无所谓 看怎么样 出来了吧 然后说这个太短了怎么办 能不能调 应该也能调啊 看一下有没有一篇 咱们看这 pinal height 给一个试试 给谁啊 给combo啊 不要给错地方 500 500 怎么样 长了吧 长了吧 然后说不够宽 不够怎么办 你都有高了 肯定有宽了 是吧 给300 看好使用啊 好使用啊 好使用啊 请选择一个图片 然后怎么办 当我点击 点击谁 点击这个图片的时候 我要将什么 名称放到这儿 并且只给 给付给谁 付给这个地方 怎么做 怎么做 咱们是不是应该改一改 改什么了 改这个地方了 对吧 改这个地方了 对吧 因为我这个sp啊 sp sp 它现在是什么 里边有什么 里边有div和image 是吧 img img 那我这个 我要想将 想将这个值 啊 值给这个 combo 那怎么给啊 我可能还得多添几个竹项 比如值 呃 值 v也行 这个无所谓吧 就e tags是什么 这个 e图片 行吧 啊 这样 这样 当我在点击什么 这回你就不能是imput 了吧 谁呀 img 然后这回也不能是v了吧 因为我给的什么 自定义属性啊 对吧 怎么办 点 attr 这个是什么 什么方法啊 g gquery的啊 v v 对吧 然后这个什么 这是t 啊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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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的情况下 我是不是就能将这个值付过去了啊 理论上是来说是可以的 试一下 刷新 我点击 我点击第一个 怎么样 一图片 对吧 点第二个 二图片 那他一个这个值到底是不是一或者是不是二呢 我们来写一个按钮 测试一下呗 写按钮直接给button就行 啊 获得值 unclick getv 行吗 呃 写方法吧 getv 啊 然后这个我给一个 我一般都喜欢这么写啊 都喜欢这样写 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 你在用他的时候就好获得啊 这样就用了 对吧 combo 然后combo的获得获取值的方法是什么 getvalue 对吧 或者是getvalues 你要是多选呢 就是getvalues 啊 给你返回一个什么array 如果是单选呢 就getvalue啊 试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我怎么办 alert 或者是什么 concel啊 在这个一般我都是建议你们用concel啊 这会儿先用我letter先这么写 看行不行 试一下啊 刷新 或者值 现在还没有呢 空的 我选一个 选一个第三张图片 或者值 看是三对吧 图片三 这就是怎么样 我实现了什么 实现了选这个图片的这种格式 然后并且什么 把它给了谁 combo啊 无论是这个value还是text的都给combo了啊 是这样 那有人说这个 这个是干嘛的 其实这个就是隐藏的 我要不给 不写这句话 那你点完了 它是不会消失的啊 这个意思 看点完了不会消失 一图片 二图片 三图片 四图片 点完了不会消失 怎么消失 点旁边啊 点旁边消失啊 这也可以做到啊 要不然你要是单选的话呢 点完就让它消失呢 那你就把这个写上 如果多选呢 千万不要写这句话 如果多选 它点一下就没了 然后再展开 然后再点 那这个客户就烦死了啊 肯定会给你提意见啊 这就是combo 基本用法就是这样 我来再给大家稍微的啊 领大家了解一下 都有哪些属性 首先第一个 这个 呃 这什么东西 我没用过 我不知道 这个可能我感觉啊 就是这个宽度 试一下呗 看行不行 咱们现在来看 这个宽到这啊 就是比这个或许值宽 这么一点 呃 我再给它 再宽一点 900 刷 怎么样 宽了吧 宽到哪了 太宽了 是这样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你这个空件的宽度啊 不是底下panel的宽度 是你这个空件的宽度 康宝空件的这个宽度 这个呢 是panel的宽度和panel的高度 如果你panel的宽度不给啊 你看我现在panel的宽度给了 它是这么宽 如果不给怎么样 就是不给它 刷新 不给的话怎么办 它这个panel的宽度会会随着你combo啊 就是会随着你本身空件的宽度改变而改变啊 是这样 你这空件的宽度是500 那我底下的panel的宽度就是500 这就是你不给这个属性的这个显示的这个形式啊 是这样 然后panel height啊 这个东西呢 是你底下panel的高度 如果你不给 它只会给你显示多少高 200个像素啊 是这样 multiple 这个东西 如果给了个处啊 如果给了个处 给了处就代表什么 代表你是要多选了啊 是要多选 它默认是false 默认是单选 如果你给处 那它就代表是多选啊 代表是多选 如果多选的话 那你这个地方你就得稍微改一下了 改成什么 这个get values 这个是什么 set啊 这个是set tax的 这是不变的 但是但是这个set value set value也不变 但是你这个获得的时候啊 获得的时候就不是get value了 而是get value s啊 get values啊 是这样 这个地方我不去演示了 因为这个combo啊 用的很少 除非你真的是想自定一场什么 自定一场我这种形状啊 自定一场我这种形状 你才去用这个combo 一般用的多的就是combo box combo grid combo tree啊 这几种 我这个combo的为什么要先讲呢 因为你combo box combo grid combo tree 它都什么 依赖于combo啊 依赖于combo 有一些属性 你在combo box里边找不到啊 你可以上combo里边来找 它属性都在这呢 啊 是这样 下一个 这是什么东西啊 text multiple啊 那这个就是说 如果你是多选的 它中间有什么分割啊 它显示的这个东西 一图片 如果你选中两个 二图片 中间有什么分割 这儿了啊 默认识逗号 英文的逗号 用逗号分割啊 用逗号分割 下一个 这个我刚才说过了 就是说不让你的用户 在这个上面去输入 你看我现在输入不了啊 输入不了 不让用户在这个上面输入 默认是可以输的啊 这个呢 这什么意思 看这个 看这个英文描述 它就是上来就是绘画的啊 默认是false 上来就是绘画的 绘画是不是就用不了啊 我试一下啊 这我也没用过 不太清楚 是 小心 哎哎 你看它是灰的了 你看我现在点 点不动它了 对吧 点不动了啊 就是这个意思 它就是什么 上来就是一个绘画的 你可能 呃 呃 通过某种条件啊 要触发这个某种条件的时候 你才能让它怎么办 才能让它选啊 啊 这样就是说 你可能会用到这个属性 啊 可能会用到这个属性 推发属性啊 下一个 has done 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 看这个英文描述 就是说 它有一个下拉的按钮啊 就这个 三角 下拉的按钮 默认是显示下拉按钮的啊 默认是显示的 如果这个给false 它会怎么样 试一下 怎么样 没有了啊 默认给false 它就是没有下拉按钮了 没有下拉按钮的 意味着什么 你没有下拉按钮 你这个底下的这个 Panel啊 底下的这个Panel 可是显示不出来了 除非你怎么样 你做某种事件 动态的将Panel显示出来 啊 就比如说在哪做事件 比如说在这个上面 它现在没霍交呢 霍交的时候 或者是click的时候 你将底下的Panel显示出来 能不能做到 也能做到 咱们来做一下 首先我要 combo有没有click呀 有没有click啊 没有click 可以按change 那这个东西怎么怎么会就要往好 看一下它什么东西 哎呀 你这个如果没有下拉按钮啊 还不太好做呢 没有下拉按钮还不太好做呢 我试一下哦 我看能不能通过找到它 哎 看还没有别的方法 啊 有这个方法 有这个方法 textbox textbox什么 就是说你combo返回这个input啊 因为你默认这个东西 现在是什么 不是你你定义的那个 不是你定义的这个slack啊 不是你定义这个slack 那我怎么样它不交啊 我试一下这个这个方法行不行 哎呀 我也没没用过textbox 试一下啊 触发 触发什么呢 再写干钮 显示 显示面板啊 显示面板 onclick show p 哎 那就不用textbox了 我看它好像还有show panel这个属性啊 show panel这个方法试一下 看这个行不行 小心 看我点这的时候 它是出不来的 我点显示 panel 哎 出来了 怎么样 点这儿是出不来了 点显示 panel 还出来了啊 它这个是间接的 我又讲了一下这个方法的应用啊 呃 一般情况下 这个不要设成false啊 你要设成false的话 嗯 这个如果在这个点上去点击单击 让它显示这个panel 能不能做到呢 我估计能啊 可能有点麻烦 我试一下 如果要是几分钟之内做出来 那咱们就讲一下 如果做不出来就算了啊 我这个再找时间我再再去做 在这写一下吧 嗯 试一下行不行啊 插心 点 哎哎行 也行 看出没有 我点的是这儿 点的是这儿 点这儿显示 或者是点这个按钮显示 都行啊 点这儿显示啊 呃 你最好不要给它 设置上false 最好不要这样做啊 好 咱们继续讲下边 这个东西 value value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说 我这个slack默认上来是什么 默认上来是这个样的 是空的 没有直的 而且我输入不了 因为什么 因为我设置了editable 啊 是false 所以说输入不了 那我上来就想让它有一个值怎么办 就设置这个value 它要有什么 自不上 设置一下 看看 value给谁 啊 呃 不要这么给啊 这么给的话 它跟底下对不上了 啊 但是我也 我就是来试一下 看这样可不可以 啊 不可以啊 因为什么 因为跟底下对不上了 那你这个跟底下对上的这个值应该是谁啊 应该是这个v吧 我试一试 哎 也不行 呃 这个地方我先不去讲啊 因为这个combo的这个value我没用过 combobox这个value我确实是知道 呃 就好比说我拿我这个 sse的项目 他一上了这个地方 我我可不可以将他一上了 就是说一上了这个地方就是设置成 admin呢 可不可以呢 可以啊 我这个我在这边设置一下 login 哪去了白牛 这儿啊 试一下可不可以啊 我记得是可以的 我以前设置过 现在忘了 好长时间没有 哎 怎么样 有了吧 对吧 有了吧 admin 一上了就有admin 刚才是没有的啊 我就删掉 表格方式 看 这是没有的 这个我就应用了什么属性 应用了value属性啊 虽然我这个是combo grid 但是combo grid 依赖于谁 依赖于combo box 所以说他也有这个value的属性啊 也有这个value的属性 至于这个combo box 这个value为什么不好使 哎 是不是这个名称对不上啊 还不行 这个我过后再看一下吧 啊 先不去研究的了 你这个combo box 我估计你也很少用这个地方啊 很少用这个地方 然后就这个delay 延迟 延迟是什么呀 这个东西做什么用呢 这个东西在combo里边 几乎没什么用啊 在combo box里边 这个用数就大了 看这 补权方式就是combo box啊 combo box啊 现在人少看不出来 我再注册一个 好 两个了 我这个地方啊 可是可以输入的啊 看 我输个a 怎么样 他会自动的上后台 怎么办 发送一个q啊 这q不是我写的啊 这q是combo box 自动往后传的 把这个a传回去了 然后我后台查出跟a有关的 然后显示出来 这个地方 肯定是有一个啊 延迟的时间 比如说你看我给他 清空 哎 看着没有 中间有延迟的时间 不是一清空 马上就发啊 他是清空 隔多少毫秒之后才发 那这个时间 隔哪设置 就是这隔这设置 他默认是200毫秒啊 默认是200毫秒 就是说 当你用户输入了一个东西 隔200毫秒之后 他自动会怎么 向后台给你发送一个q 这个参数 q啊 q 然后你把你输入的东西 发送到后台啊 然后你后台经过这个a 来返回跟ua有关的 这个里边啊 是这样 因为我这个东西少 所以说你 看的效果不是那么明显啊 我要输一个孙 你看他就跟孙有关的啊 孙宇这个名声就出来了啊 我要都不写呢 那我后台判断了 如果你的q是空 那我就给你都返回啊 我或者不能都返回啊 都返回肯定就是 呃容易造成内存一出啊 你给他返回十条 或者给他返回五条啊 我后台就这么写的 你有兴趣的 你可以下载这个实例 你去看一下这个相关的代码 这个combo box呢 和这个combo grid呢 我也会在近两周 你肯定会讲到 肯定会讲到 这是一个delay 延迟啊 你把这个东西设置成什么 设置的如果时间长一点 那你在这个用户输之后 他这个反应效果就跟你 这个地方有关了啊 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用设置太长 要设置太长的话 他不去检索 用户以为不好使呢 啊 用户以为坏了 你又不能设置太短 设置太短呢 你这用户输入一个字母 他就去检索一次 输入一个字母 他就去检索一次 这样对你的数据库压力啊 也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说呢 一般情况下 我我建议你设置成 这个一秒钟啊 就是一千 或者是五百啊 都行 一般 你看用户的这个 使用电脑的这个 熟练度吧 啊 一般他输入字符 他输入的比较快呢 啊 那你就用这个五百毫秒 做延迟 他他要是 你看你的客户 都是一些老头 老太太啊 输入特别慢 二指缠 那你你这个地方 你可以设置的长一点 你没必要让他输入一个字母 他就减锁一次 输入一个字母 他就减锁一次啊 这样的话 对数据库压力也比较大 这就是这个 这个属性做什么用 啊 这个属性做什么用 key handler 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用户 在这个上面啊 在键盘输入的过程当中 我是键盘抬起 键盘按下 或者是点了回车啊 或者是查询了什么东西啊 他会给你调用这个时间 这个东西呃 我在哪会有演示呢 啊 我在这个 combo grid里边会有演示啊 咱们看一下我这里边 有相应的代码 这个以后我还会再讲到啊 key handler 啊 key handler 我这个就是什么 combo grid 我在combo grid在检索的时候呢 看啊 他默认上来是有两条哈 我输入个A 哎 他就给我检索出过滤了啊 后台过滤 过滤出admin了 啊 我要什么东西书呢 啊 就给我默认返回五条 是这样 这个东西跟哪做的 就是在这做的啊 就是在这做的 我做了什么 做了这个query的这个时间剪停啊 是这样 呃 所以说这个方法啊 我会在这个combo grid当中去检索啊 这样 好 他有什么事件 是有什么事件啊 他的事件不多 有show panel事件 unshow panel show panel是什么 什么时候show panel 就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 一显示出这个面板的时候 他会给你回掉这个事件啊 high panel是什么事件 high panel就是说 哎 隐藏掉这个面板的时候 会触发这个事件啊 这个开英文单词 你们就应该懂啊 这个就不去多讲 unchange事件 这个事件是什么时候去调用的啊 这个我需要讲解一下 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是分不清 呃 写一下 这个value还是没好用啊 呃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以后我要是有机会 我要是研究透了 再去 给大家再讲一下啊 但是也无所谓 我到现在我也没研究过这个东西 我这项目不也照样做吗 是吧 现用现学吗 好 unchange 什么时候调用这个unchange 好 看一下吧 刷新 看这边啊 什么时候调用unchange 我选第一张图片 看 我选了第一张图片 unchange调用没 调用了 然后 new value是谁 1 对吧 因为我是第一个打的嘛 然后old value 就是原先的那个值是谁 empty string 啊 没有 就是说没有原先的值 为什么没有原先的值 因为我一上了呀 是没有值的 我在选的时候啊 才有值 所以说它没有原先的值 啊 所以说是一个空的 组串 还是这样 然后换了 我要选第二张图片 一点看 第二张图片 新的是谁 二 old的是谁 old value是谁 一 啊 这个unchange就是 这么样去使用的 啊 这么样去使用的 具体 还要怎么用啊 发挥你的想象力 根据你的需求 你自己去理解啊 自己去理解 这就是它的世界 然后再接下来再看 它有什么方法啊 有什么方法 方法 options 这东西是什么呀 这个东西啊 ezui所有空间 全都有这个属性 返回什么 返回你当前组件的 什么 参数对象 啊 参数一下 试一下 我就直接在这写吧 我就不再写方法了 太麻烦了 好 咱们来刷新 点啊 获得options options 方法啊 方法 点 哎 咱们看这边 是一个什么 object 啊 是一个对象 对象嘛 对吧 参数集合的参数对象嘛 然后点开它 你看啊 有什么这个延迟了 有disable的 inable的 然后你你你下拉的这个倒三角是什么啊 出入汗的 然后你这个呃 键的这个事件呢 都有什么方式呢 是吧 啊 这些都有 这些东西在在哪来的 这些东西在哪来的啊 这个细心的同学就应该发现 这些东西啊 跟properties 跟properties 对吧 差不多啊 跟properties 差不多 对吧 你看宽 500啊 什么什么什么 啊 所以说一般在easy way当中 options 这个方法 就是返回你当前组件的初始化的那些参数啊 初始化的那些参数 具体再有其他的用法呢 以后如果遇到了再说啊 panel panel是什么呀 返回个什么 返回你这个 点击的这个这个面板啊 返回你这个面板 咱们来获得一下 其实也没必要获得 因为咱们在这个初始化的时候啊 这个地方已经用了一次 对吧 已经用了一次 咱们来看一下吧 到底是什么 好 小心 panel啊 看见没 是什么 是一个div 对吧 咱们点开 点开 这个div里边有什么 他为什么是灰的 因为他现在默认是隐藏的啊 所以说是灰的 如果我要将这个显示呢啊 你看他就不是灰的了啊 不是灰的了 就是一图片 二图片啊 三图片 四图片啊 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panel 其实啊 就是sp啊 就是sp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 然后下边这个 这几个属性 我就快点讲了 textbox啊 这个属性 在这个combo里边 一般很少去用 在combobox里边啊 用的就非常多 呃 我这里边有个典型的示例 就是什么 这儿 默认我一上了呀 就让他选中 刷新一下 默认 你看默认一上了就让他选中 这个是input啊 这也无所谓 input什么 false 就行了 那我这个呢 默认一上了就让他选中 这个怎么做的 这个怎么做的 看一下我的做法 我在unselect的时候 如果是补权方式 那我看着啊 那么你就能看到什么 combobox的textbox出行 然后点false 后交 false是什么 这个是gequered的啊 gequered的这个方法 后交方法 我为什么要这么写啊 有的同学问了 那我直接获得到这个input 然后false就行 为什么你要这么写 你能获得到input吗 咱们看一下啊 查看元素 你是直接获得不到你自己的那个input了 因为你的那个input 他怎么办 他给你隐藏了 变成这儿了 他自己又给你生成了一个在上边 你看我鼠标放在这儿的时候 这个地方不变灰 我鼠标放这儿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变灰 看着没有 看着没有 是这样 所以你获得到的东西是这个 你让他获交是没有用的 你必须得让他获交啊 才有用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啊 我们获交用到的这个方法啊 是在这儿 好 下一个 distract 这个不用说了吧 这个你只要调用了 你就给他销毁了啊 resize 就是改变他的宽度啊 show panel和head panel 这个刚才咱们已经做了一个实例 咱们做了什么 做了个show panel啊 做了个show panel 那head panel怎么办 一样的啊 跟那个调用方式一样 第一次有enable 就是揮画 开启 和那个 和揮画啊 就是这个 因为揮画 咱们也做了实例 一揮画的时候 他这个地方是灰的 然后你点不了这个东西啊 点不了这个东西 validate validate是什么 因为你继承了validate box啊 所以说他有validate的这个属性啊 有validate的这个属性 这样的话呢 你就能针对这个东西 去做做什么 做验证啊 做验证 假设说 我这个地方 呃 他的值是1 对吧 呃 我写个validate 试一下啊 在这写吧 为了这个box 为了这个box require的是true 啊 require是true 咱们自己写了啊 为了这个type 给个validate type 给谁呢 呃 他都有什么形式呢 你看啊 他自己又继承了一个mainline 咱们其实也可以继承 也可以 也可以自己扩展一个啊 但是我这里边不扩展 我我这里边给什么 validate 我给个什么 给个email吧 啊 也就是说 你这个值 如果不符合 email 那怎么办 看一下效果 点一个 你看 请输入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 对吧 那这个东西 有同学说了 那你也没用到这个 呃 没用到这个 villitate属性啊 这个属性怎么用啊 其实这个属性是 呃 你被动的调用的时候 他才会有用啊 如果你给villitate email 你这个值不符合email啊 他是会自动 自动的给你提示啊 这也就是villitate的 villitatebox的功能 那这个villitate怎么使用 你可以 写干点 不用这么写啊 直接吸气点 来 来 小心 咱们点一下villitate 看什么 天哪 天哪 这给我弹出个什么东西啊 你弹出个这个东西呢 不应该是这个呀 小心 选一个 villitate 啊 这弹出什么呀 这是啊 villitate 我怎么总感觉 他应该给我 验证input的值啊 他没有返回值 我以为他给我返回个true force呢啊 他是验证input的值 那也就是说 一点击villitate 他这个地方就应该给我做验证啊 他给我弹出这个东西啊 他这个不是那个返回true force啊 不是返回true force 咱们看一下villitatebox easevillitate 这个才会给你返回true force villitate这个方法是验证这个text啊 是验证这个input啊 他这两个不一样啊 他这两个不一样 那easevillitate是不是是不是就有用了 这样呗 刷一下 easevillit force对吧 显示panel再选一个 easevillit啊 false 如果你这个要是符合电子邮件的这个格式 那easevillitate应该给我反映什么 true啊 他就这么用了 虽然说他这个里边 combo的这个里边没有ease 啊 也有 我还我还说没有去了 其实他这两个东西啊 都是villitatebox的方法 villitatebox的方法 他也有 那这就不都说了啊 就是villitatebox那么用的 那空线讲没讲 villitatebox好像没有讲过哈 但是那个不是很 不是很难 大家自己去理解一下 要是不理解的话 再呃 发邮件给我问一下也行 villitatebox可能就不再去讲了 哎 不是不是一个复杂的空间啊 clear 这个东西什么呀 看着英文可能是清空啊 试一下吧 我先把这个 隐藏 清空 我再做一个 清空放吧 好 刷新 看啊 我现在这是什么 有值了 有值有点clear 怎么样 没值了啊 就这么用 这么简单啊 gettext和settext gettext的 gettext的什么东西 gettext 你看啊 我这个什么getvalue是吧 getvalue空的 选一个 getvalue getvalue是1 那gettext是什么 gettext他就给你弹的什么 弹的是1图片啊 肯定是弹的1图片 试一下 小心 选 gettext 一图片 对吧 getvalue 1啊 就这么用了 很简单啊 然后getvalues和setvalues啊 跟那个差不多 只不过是要的是数主 和返回的是数主 getvalue setvalue啊 这就不需讲了 看这个英文单词 也就能解释的通了啊 这个就是什么 combo啊 combo就是这样使用的 好 这节课 呃 我讲了多长时间了 我忘了我什么时候开始讲的了啊 啊 忘了忘了什么时候开始讲的了啊 行 那这节课就先到这 这就是combo的基本使用 呃 下节课呢 我会讲解 combo box啊 combo box combo box 其实也不是很复杂了 但是combo box 就是有跟后台交互的东西了啊 下节课 我讲一下combo box 具体要讲的内容可能就是说 跟后台交互 从后台获取内容 或者是检索啊 或者是检索 或者是验证啊 然后 getgetload getreload 啊 这些我都会稍微讲一下 事件我也稍微会描述一下 好 这几课的内容就到这 咱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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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